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访试里面 我们真正第一次感受到说 我们也是能够做成为别人的贵人 我们可以做手心向下 也叫手心向上 我们自己本身困难的时候 突然有人在那边拉你一把 我们会很感恩的 所以那种感觉 那种心境很特别 所以我也很喜欢说 有机会我能够成为别人的贵人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 往往从个案的例子里面 通常都是一些 比较严重的末期的病患 突然之间会就往生的 我们可以感受到无常 人世间的无常 所以我们时常就 需要珍惜每一个当下 因为时常我们看到 这样子的无常的变化 所以我现在会很珍惜 我跟家人的相处 因为我是外地来的 所以我的兄弟姐妹 大部分都是在外走 都是已经70多 80岁了 所以我很珍惜说 能够跟他们相处多一刻 都是很难得的 所以我时常会做 我回去我的家乡 我就是没有出去的 就是坐在家里 就是跟他们一直谈 一直谈的 我现在这个年纪 我还能做 我是尽量说 我就尽量 能够做多少 我就尽量做多少 把握时间去访试也是 之前我有时候 一些有问题 有一些障碍 就是说 不能够清净那些一些港 有时候因为 卫生的问题 臭啊什么 所以可是 要怎样跨过呢 就是 我就改变说 把他们当作是我 自己的亲人那样 当我改变这样子 态度心态的时候 我很自然的 就能够很容易的 去亲近他们 也能够比较能够 包容有跟我们不同 信的那个众生啊 所以就比较容易 去接近他们 就就就就的 就就就就就 去去去去 对对对 他们讲的 你 啊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我还是我们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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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的 人一带在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